這題的答案到底是 對 這題的答案喔 就是 其實是三 黑胡椒 誰吃咖哩有加過胡椒的啊 其實 有耶 會耶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不是說 這個老祖宗的智慧 其實他們在印度他們的智慧 就已經放進黑胡椒了 真的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的搭配 是因為其實他們這個有做研究 就是密西根大學的癌症中心 他們去做一個研究 就是說我今天我加了黑胡椒以後 黑胡椒裡頭的胡椒鹼 它可以幫助這個薑黃素的用處 可以大幅的提升 甚至有時候提升可以到一千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幫助薑黃素 一個好吸收的物質 所以它是薑黃素的催化 對 然後呢 然後他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就是 我假設乳癌 乳癌都會有幹細胞 就會一直長 一直長 一直長 那加了這個黑胡椒以後 就可以讓它怎麼樣 就不要再繼續長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說現在很多 其實也不是現在 應該就是說其實他們 在印度他們在做很多的這個 咖哩的時候 就已經加了黑胡椒 只是量和多和少而已 其實我們可能不一定有感覺這樣子 黑胡椒本身就是好東西嗎 它是好東西 它其實幫助像 剛才不是我們說那個乳癌之後嗎 對不對 其實乳癌之後沒有真的不能吃辣 或不能吃辛香料的東西 因為要看他們的胃口 有些人如果胃口真的很差的時候 像這種東西 它可以刺激他的胃口 開胃 那它就是好食物了 白胡椒就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關係 就是黑胡椒 白胡椒都 胡椒煮都可以 你就吃咖哩飯 然後煎個牛排 撒黑胡椒 這樣可以 這麼高 酸辣椒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黑胡椒 撒在那個咖哩裡面 那種是不是感覺要自己炒 自己炒 自己炒的 自己炒我也不會放黑胡椒 外面一般好像咖哩筷子 好像不太會放 那個甜甜的也很會有 所以你像這種咖哩粉 你回去在乾鍋的時候邊炒的時候 你撒一點黑胡椒在裡面邊炒一下 其實風味還好 而且其實它裡面 它裡面其實有很多就已經有 人屎就有加黑胡椒 對 你買的咖哩粉裡面 其實你回去可以看一下成分 大部分裡面 都已經有一些是黑胡椒了 對 那我自己會嘗試再加一點 讓它的那個辣味會更重一點 對 那咖哩筷 就沒有咖哩粉來得這麼油 對 成分比較多 我不大會用咖哩筷 因為咖哩筷 它相對的油脂 就會比較高 我喜歡那種比較沒有油脂 因為咖哩我覺得蠻好吃的 可是常常就感覺它油脂比較高 所以我就會買咖哩粉 但是我後來學到一招 剛剛也跟姿佑 就是特別在請教一下 它就是把 多種咖哩粉不同品牌的加在一起 香味會比較重 風味比較重 對 你不要單買一種 對 三種以上就更香 對 所以我都有粉啊塊啊 對 如果你不想用油去煸炒 那除了混合多種之外 你可以在入鍋前進去用熱水沖它 對 讓它的香氣出來再進去 對 這樣也可以減少油脂的使用 對 我了解 那有什麼樣的人比較不建議吃嗎 其實這個是高齡的 所以那個洗腎病人限制齡的 就不要吃這一個 洗腎病人 對 洗腎病人 洗腎病人好多東西吃 真的啊 所以重點 每次這樣說 這個洗腎這不能吃 所以說重點不要讓自己落到洗腎 真的 洗腎也是是所有的疾病飲食裡頭 最難的 真的 好多人很吃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反而 像剛才這個薑黃配胡椒 大家覺得很奇怪 但是事實上慢慢的你就想說 把它想成跟那個 維他命D跟鈣的關係就好了 就是有了D 鈣會吸收得更好 有了胡椒 這樣可能會吸收得更好 對 就這樣 你就這種想法 可是很多人反而會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因為 像剛才 佳姐會說 因為怕它太早發育 所以不吃雞肉 對 我覺得雞被這種非戰之罪已經很久了 真的嗎 都是誤會的 對 跟我們乳癌相關的飲食 一個不是雞 而是 就是高脂肪 對 所以剛剛講的是雞皮 或什麼 你把它弄掉 你不要讓它吃太多的脂肪 這是重點 第二部分 有一個最近很衰的心的 冤大頭叫做豆漿之類的 你會發現陸續會有一些新聞說什麼 有一個19歲的男生 因為每天把豆漿當水喝 後來他就得了乳癌 有個女生 自己每天都還自己打的豆漿 夠健康了吧 自己打 外面打 外面吃了可能有怪東西 所以得癌症 那我自己打 後來打了三年也得乳癌 然後於是乳他就說 所以我跟你講 女生吃這個豆漿會得乳癌 可是你會翻遍所有的研究 沒有人真正有大型研究說要得 反而研究是說 有乳癌的人 他適度吃這些豆子的話 反而降低復發的機率 甚至連肺癌的機率也會降低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不要再去誤會豆子 可是就是說 當水喝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我們剛才講 當水喝 你是大量的蛋白質 跟大量的油脂 如果你自己打 所以等於是說量的問題 而不是豆漿自己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特別要留心的 不要再去誤解他們 他們很衰 否則反而國外有一個研究 你知道嗎 國外研究說 另外一種 剛才講說高油脂對不對 對 高熱量對不對 有一種食物也會 他們認為是 會提升乳癌的風險 叫做 高升糖 就是說你的血糖會迅速的升高的 然後他們在做高升糖 就比較女性 就是最常吃那種 升糖很高的這20% 跟後面的20%一比 發現乳癌的風險高很多 可是你知道 他們列的高升糖食品 包括什麼呢 第一個薯條 你可以接受馬鈴薯 會弄得很細緻對不對 他說白米飯也是高升糖 那現在全台灣不是要緊張的要死 那我還不要吃白米飯 所以是量的問題 對 你就是把它當成正餐 然後你不要吃其他的精緻糖類 這樣就OK 所以不要再自己嚇自己 但是你話說回 你剛剛講的那個油脂 雞皮 好像大家認為說 在發育過程女孩子 都是鎖定在雞 對 很留意雞 那如果你是脂肪的概念的話 譬如說五花肉 你吐一口肉飯 對不對 滷肉飯 雞肉餃 其實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危險的 牛肉 油脂也很高 牛肉也是對不對 因為你的環境荷爾蒙 或其他東西 就是容易留在油裡面 對 所以你用大骨湯的油 你用什麼內臟的油 這都是風險 不是只有雞 雞是很倒楣 真的 告訴我 像女兒開始吃雞肉沒有 我們吃雞肉 基本上皮會拿掉 因為它 我知道說好像荷爾蒙會產生 就是在雞的那個 就是雞翅 對啦 雞翅又是第二個倒楣 對 第三個倒楣 我人家說雞翅 對 好像說吃雞翅 它是因為呢 它們的抗生素跟荷爾蒙 都打在刺 所以我的觀念從頭到頭 都是錯的 雞翅跟雞翅 我為什麼覺得不要多吃 是因為也是一樣是油多 對 不是因為打針打針 其實那時候 詩勳跟我講的概念 我就通了你知道 他說請問你 你去打過針沒有 我們都打過 他有留在那裡嗎 但是藥都在這裡 不會退嗎 其實早就留到全身了嘛 而且還已經是抓來打 對啊 我還很有自信的跟人家講說 那雞肉就不要 就少吃 然後什麼什麼 早開的花早蟹什麼這些 早開的花早蟹 結果嘉杰的女兒長大之後 不曉得雞原來是有皮的 對 沒有看過 而且她一直以為雞沒有翅膀 對 好 不過這樣子的搭配 還有沒有其他的食物 我們吃起來也能夠預防乳癌 對 其實最有名預防乳癌的 應該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 那我們其實可以這樣子搭配 像油菜其實是十字花科裡頭 很有營養價值 抗氧化很好 但是你知道油菜真的不太好吃 對 因為你知道你在以前醫院 我們供扇的時候 油菜其實一年四季都有的菜 但是你會發現 每次供出去以後 回來剩菜是最多的這樣子 那我介紹大家 油菜跟咖哩 其實一起嘲嘲看 我發現小孩子接受度也很高 然後那個咖哩 如果搭白花菜 白花菜也是十字花科的菜 他們都很搭 然後我前幾天去吃一個 那個就是找午餐的那種餐廳 我就發現 它有一道料理很好 叫做溫沙拉 它是咖哩溫沙拉 它那道菜有什麼 有就是生菜沙拉 然後再來就是 它是咖哩醬去拌 所以它那個咖哩醬是溫溫的 它裡頭有酪梨 有各式各樣的堅果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雞胸肉 對 去皮的雞胸肉 對 我那時候就想說 這道菜還滿適合 就是說 對於我們這個女性要保養 這個是一道很好的料理 這樣子 可以試了 多看看 你這樣子我就想到一個問題了 你剛剛講說乳癌 癌症是因為它的脂肪過多 是 植物性的脂肪 會不會導致這一點 像酪梨 它可能說好多油 對 但是因為酪梨 它的維他命E很高 所以它其實是屬於好的油脂 我們會比較偏向 是動物性的油脂 太多這樣子 所以植物性放棄 再來還有其實最常 反推回來看到的其實是甜點 大家可能要注意 剛才的它擁有兩項風險 高生糖 對 跟油脂 油脂 對不對 糕點類 所以讓大家稍微就認識一下 接下來我們第三樣東西 這可以說是台灣之光了 我覺得 對 因為這東西一種出來 不得了 甜度全世界第一名 這有人又覺得它很毒 對 對不對 對 而且是有人說 農民力後面你翻翻看 它那個不能吃 吃了可能也覺得不太好 是什麼呢 來 看一下 蠻果吃 還真好吃 你可以把蠻果很大 你就知道我們台灣的農民 多優秀 對 那是蠻果 蠻果 不要誤會了 來 那它對我們這個好處 單吃它 對 有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蠻果有多大 那個什麼 昌明哥你用你的手比一下好了 這樣大家可能比較知道多大 為什麼我要解釋說 因為這樣一顆芒果 其實看起來很大 但是熱量我覺得還好 還滿飽的 真的啊 你可是應該會吃這一整個 我會耶 這麼大一個耶 我也會 這麼大一個耶 我覺得很好吃啊 很快吃完 它要刷牙 對 那你一塊蛋糕多少 一塊蛋糕也要快300卡 你看 那我一定吃這個 對 但是它的營養價值 一定比蛋糕多很多 對 而且我要特別講它多什麼 它的纖維含量其實是高的 大家有吃過芒果 一定會有絲有沒有 對 那個芒果絲就是纖維高的地方 所以它這樣子的一顆芒果 大概有7公克的纖維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簡單介紹 一餐需要10公克的纖維 它這樣一顆就是10公克 好划算吧 所以它其實 那你這樣說土芒果是不是 纖維特別高 對 因為它每一個都 酸酸 酸酸 對 所以再來就是它那個黃黃的顏色 最早就是維生素A 跟貝塔胡蘿蔔素為主 那還有呢 其實芒果因為吃起來很甜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它應該沒有維他命C 因為感覺維他命C 就是落在那個柳丁 橘子酸酸的對不對 但是其實一顆小橘子 跟我這樣子差不多同等分量的 它們其實 真的喔 對 所以大家都忽略它 它其實是一個 維他命C的一個水果 OK 來 那芒果 我們也幫大家稍微整合一下 打什麼食物 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效果 來 來考考大家囉 芒果還有豐富的維生素A 搭配哪一種食物一起吃呢 讓膚況變好又Q彈呢 一是番茄 二是雞肉 三是堅果